Hello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大太阳三江一婷 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要来做演出 颖甲在这座佛山 然后今天的妆发look是 看老师辛勤风 新的老师第一次的合作 虽然经过很多次的面 但没有说过话 然后到现在开始化妆了 我还没说过一句话 可以介绍你们老师 爱人 是我们的袁袁老师 然后刚才老师也说了她是爱人 她就是爱 爱什么 INTP 是个醉造型的文歌 今天唱过一个怎么样的东西 对 袁姐你 袁姐你有什么想法 因为咱们今天的衣服 红毯那样肩 比较坚定 油妆再高一点点 大家期待一下 女人老师你已经多大了 我91年 91应该是上身心做的 你不了解这些 哇 你看不出来是91年的 我也是 好难聊 好难聊 这个是 我一直用的 但是她 感觉好像颜色 她是比较偏自然色的 所以我觉得 要调一下 你可以调一下 偏白 对对对 不然怕上台的时候 颜色不对 你皮肤底部特别好 感谢袁老师 哎呀 嗯 我们这艺人有点爱去问 这个一排笔 其实我大概能知道是个啥 但是 我很想知道的是 这个红蓝紫 这个什么东西 这是高光 哦 高光 对 颜色高光 高光 那个发际线的部分 到时候能不能帮我屁一下 屁不了的话 那就是说 看的人如果对我的发际线 有什么不满的话 那就别看 我长出来就是这个样子 我的头发就是这个样子 而且你们没听过一个 那个叫什么 俗话说的 儿童高 代表 有钱 而且我这个儿童已经就是到这了 我就要马上变大富翁 我记得就反驳了 其实我觉得老师的化妆品都 都是 差不多 但我在猜老师上车应该是个处女兽 感觉你放东西特别贵 可是你记得你出这个时候 时间 我妈给忘了 早上还是唱 嗯 五年前她跟我说是早上 她真的忘了 她真的忘了 好 发现就是圆姐已经 我问的每句话 她都已经就是画了一个句号 圆姐你是画男生比较多 还是女生比较多 男生多 然后男生他们就是没有这个血肿的 这一个部分 嗯 一人一吧 但你的状态很好 其实我只是皮肤状态好 还是跟心情有关系 不乱用一些 奇奇怪怪的护肤品 真的 她皮肤 感觉看不到毛孔 啊 我是来自 另外一个星球的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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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真的 我飞一叠就 提在下面 哦 结牌了 聊不下去 其实我最近 跳的意思每天都有在 就是推荐一些 我近期 爱听的歌曲 最近 有点爱听 就是beat比较重的 低频比较 比较重的音乐 叭叭叭叭叭叭 就是那种 这一次来到广州 但是不一样的是 来到了 不是说广州 来到说广东的福山 然后昨天 我在彩排完了之后 就找了一家餐厅 它类似有点大排档 吃肉腿的好吃 叫这个 大胆 尤其是它的那个 排骨猪 还有它有一个就是那个 五花肉炒笋的 那个最好吃的 那个真的 我昨天自己全都 把笋子给吃完了 所以大家如果 来福山碗的话 就是也可以去 试吃一下 因为我觉得真的 还不错吃的 吃完了还逛了个 该 然后 看到了一家那个 奶茶 对奶茶叫什么 对有一家茉莉奶奶 虽然我没有喝吧 但是就是 我的工作人员有喝 然后他们也说 这个很好喝 所以如果你们大家 来福山碗的时候 不知道 要去哪儿 或者说要喝什么 就给你们介绍这个 真的不错 反正待会结束了之后 我再来看看有什么 好吃的 那到时候给你们稍微 介绍一下 今天期待一下我们的 凯哥 我们的台老师 会给我弄什么样的头发 对 因为今天也是第一次 跟凯哥合作 也是一样的 就是见了很多次了 我们还就是私下一起 吃过饭什么的 但那个时候的 他头发没那么长 所以今天我没有 把他认出来 对就是特别的尴尬 就是说不要脸的人 就是不要害怕 出错这些事情 人生都会有 出错的时候 昨天也是我到了 那个现场彩排 嘛 然后就见了一个男生 然后那个男生 就来跟我打了个招呼 他就说你还记得我吗 我的脑子就是 迅速地转了一大圈 我确实想不出来 他是谁 然后我就说 嗯 跟我好像 应该是在哪见过你 但是我好像有点忘了 他就跟我讲说 我是你那个谁的朋友呀 我就 哦 我待会看一下吧 我们今天会搞什么样的方法 然后也看看就是 今天 会出什么样的美头分 会不会有什么 歌 去 现场生我们喜欢的 会继续化妆吗 小伯的 小伯的 叶人